现在我手里拿的就是刚刚发布的iQoo Neo6 今年两三天价位好产品不断 但如果这个价位你又想游戏体验好 还要拍照强 而且机身不要太厚重 可以看看这款iQoo Neo6 这台配色是蓝调 外观上很不像一台游戏手机 背部采用素皮材质 蓝色的饱和度偏高 一看就是给年轻人用的 中框和摄像头部位的云阶都是淡蓝色 不过如果你觉得它太艳 橙色的素皮和蓝黑的A7屋面玻璃更适合你 机身厚度8.8mm 重量194g 素皮比玻璃更轻 而且手感很好 基本就不用再套手机壳了 正面6.62英寸三星AMOLEDE4直屏支持120Hz高刷 局部峰值亮度1300nit 新骁龙8 增强版LPDDR5 超频版UFI 3.1 还有能让游戏帧率提升降低游戏功耗的独显芯片Pro 4700环双电芯电池加80W的快充 除了有双芯以外还有双压双羊双马达 相当于223个骁龙8大小的超大面积散热系统和支持OS的6400万像素主射 只看参数就能感觉到真的很有诚意啊 不过既然它用了骁龙8就要重点关注发热情况如何 是否真的是驯龙高手 我们来实测一下 室温25度左右 屏幕亮度200尼特 打开极致性能模式 安兔兔跑分101万分 30分钟和平精英90帧流畅画质 平均帧率89.98 帧率很稳啊 机身最高温43.5度 出现在上头右侧 然后我们再请来老朋友原神 他在手游里依然是压力非常大的存在 60帧高画质30分钟游戏平均帧率57.78 也是目前我们测过的骁龙8非专业游戏手机里 表现最好的一款 前13分钟帧率很坚挺 可以达到59.77 正常的骁龙8机型基本六七分钟就得降频 它竟然坚持了多一倍的时间 应该是得益于超大面积散热系统和游戏优化 随后机身出现最高温44.4度 还是摄像头右侧 帧率缓降 温度下来后帧率再缓升 这种策略很友好啊 和直接锁45帧相比 你不容易察觉到游戏的卡顿 25分钟后 帧率基本稳定在55.2帧 30分钟平均帧率57.78 这个成绩在安卓阵营 尤其是骁龙8机型里是非常惊艳的 那么如果开启这颗独显芯片Pro呢 进入游戏后打开游戏工具里的游戏插帧 有提升帧率和优化功耗两个选择 开启后通过硬件插帧将帧率翻倍 45帧插到90帧 60帧插到120帧 给骁龙8用独显芯片是一个非常讨巧的做法 既不会让骁龙8过热降频 还能给你流畅的高帧体验 特别适合用来玩原神王者这些游戏啊 开启插帧90后 原神一小时全程都很稳 按照插帧帧率翻倍的原则 最终就是44.7x2 原神一小时平均89.4帧 机身最高温只有43.3度 温度也更低 开启插帧120后 王者一小时就更稳了 帧率图直接就是一条直线 最终帧率就是121.44帧 游戏方面还有双压杆双马达和双扬器加持 这个双压杆在吃鸡时很实用啊 可以实现左手重压开镜 右手重压射击 跑动的时候也可以快速开镜和射击 相比尖见 不用食指去大幅度的活动 两指变四指 非常方便 还有6400万像素三星GWEP主射 支持OS光学防抖 支出效果就像上代Nio 5一样啊 依然是同价位很优秀的存在 而且高通平台的相机优化也更成熟 Nio 6的游戏和影像表现在这个价位很突出 再加上80W快充和4700环电池 还有红外游控 很适合那些预算两三千 爱玩游戏 爱拍照 不喜欢厚重机身的人 去选择 好了 这期视频就是这样 我是聪明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